Hello 大家好 我是诗歌碧 现在大家看到的是第十期视频 然后是一个房屋更新的视频 现在我穿的是一个Spottoon喷射战士游戏的一个衣服 以及喷射战士的地毯 然后我家门口挂的这个小门标是钓鱼的比赛 CJ给我的那个钓鱼竿 它的中文名叫鱼丝亭 非常有意思的中文名字 现在大家看到这个所在的屋子 就是我想给大家展示的日式房间 我是一个中国人 但是我比较喜欢日式的一些家具 然后再加上这个游戏是日本产的 所以它会有很多跟日式相关的一些文化 所以我就索性做了一个这样的文化的一个小屋子 带大家先浏览一下吧 这呢是樱花节的一个季节性的产物 季节性的物品就是这个樱花 然后还有一个竹篮 然后这个地下呢是一个暗色系的竹的毯子 然后下面呢坐着就是一个 这个坐在地上的一个小凳子 floor seat 然后大家看到的门口呢是个茶 桌子上摆的是个茶具 以及一个金色的招财猫 这件宝贝放在我家里就使得我可以获得 经常获得那个HHA房屋的那个 每个星期获得一个金牌S的一个等级 然后呢因为我猜测哈 日本是一个岛国 所以他们有很多钓鱼的文化 或者是跟鱼相关文化 所以我就把那条鱼挂了墙上 然后这一些一个鱼竿 然后这家的主人可能是很喜欢鱼的 然后墙上呢是一个squid 是一个鱿鱼 squid怎么翻 然后这边也是一个鲤鱼 感觉这两个物品都非常的 可以给家里带来一些和气 因为鲤鱼在中国文化中 也是一个非常财富啊 幸福的一个象征 然后地毯上 地上呢放了一个这个Fuji 在床堂的地上的一个床 就是日本的一个文化 然后在床头呢 放了一个小小的矮的屏风 是一个起到遮盖的 遮阑 遮阻隔的作用 然后这个屏风上呢 我这个设计了一个花纹的图案 这里也把一个暗红色的纸伞 和一个竹篮的灯光 大概的房屋就是这样的 我想大家看一下这个墙纸 以及这个地毯 墙纸呢就是日式的这个 它这个游戏中自带的一个墙纸 但是地毯呢是我自己做的 然后我是用通过这个设计图案 设计出来的 其他的像我门口摆的那个 地毯呢是很小的 我的一个地毯就是这个日式的地毯 这个是我从网上下载的 所以就是这个 这个人和这个 从网上下载的 然后这张 这个就是我的地毯 是我自己做的 大家看到它其实非常的简单 就是一条线 但是呢 我觉得可能比较符合日本的文化 所以我就简简单单做了一个 这样的一个样式 这个floor少了个R 这是我非常喜欢的 然后我这个图案里 还有我喜欢的一些pushing 还有一些鲨鱼 大家可以尝试着用这个软件 用这个app可以做更多的 好玩的小东西 然后大家喜欢我的这个小背包吗 也是一个鱼的形状 这是我之前从 这个钓鱼比赛中获得的 现在呢 我还想给大家展示 我从钓鱼比赛中获得的 这个金银奖杯 金银桶奖杯 这个金银奖杯的是 必须要达到300个币 然后就可以获得 然后简单的说一下 我理解的 我认为的一个 怎样可以达到S等级的 一个小技巧 就是当你在装饰你的房屋的时候 如果你拥有一两件 把这个铜都放在这 如果你拥有一两件 非常心有的东西 或者是通过不断的获得 并不是可以买可以制作出来的东西的时候 你是把这个东西放在家里的时候 你是可以有更大几率的获得这个金牌的概率 因为你想嘛 就是这个金的奖杯和这个铜的奖杯 必须要通过钓鱼比赛 然后才能获得300个积分以上才能获得 所以像这种的物品 你一定要的摆在家里 这样可以给你的更多机会得到S的等级 然后这个招财猫一样 是一个非常吉祥物 然后这个跟这个游戏中的风水是相关的 别看这是一个简单的装饰游戏 但是它真的会牵扯到一些跟风水啊 跟家具的摆放啊 还有一些小的细节在里面 比方说啊 如果你的一个凳子朝向 摆错了方向是朝墙里的 像是比如说现在这个坐在地上的凳子 比如说是这样的摆放 然后它在游戏中 这就是一个扣分的环节 所以我这是我非常喜欢这个游戏的另外一个点 就是它会有一些小小的文化的一个渗透 这一集视频就到这里了 就是简单的带大家看一下我的房间 如果你也喜欢 也可以跟着我一起布置 或者是喜欢我的某个建议 或者是某个物品 给你带来一些灵感或者怎样 谢谢大家观看我的视频 我是Sugarbee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订阅我哦 拜拜